2月13日 中国男子网球巨星吴亦炳 在达拉斯250站赛事上 又一次给国人带来惊喜 在本战比赛上 他击败各路强敌 斩获中国男网有史以来 第一座ATP冠军 创造了多项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的全新历史 至此吴亦炳则正式取代张之珍 成为货真价实的中国男网一哥 半决赛击败世界排名第八的福利词后 吴亦炳对自己以及中国男网的未来走势充满信心 他把其策露地说道 我们现在年轻一代的中国球员 赢得每一场球 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前一辈并没有做到过的 我现在的排名在最前面 我走 等每一步都是我们中国网球新迈出的一步 我也有这个责任 我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步 脚踏实地为中国网球做出更多贡献 从吴亦炳这番话可以感受到 他觉得现在他这一代中国男子网球选手的起步 明显比过去的选手起步更高 成就也更高 而他已经成了领军人物 历史要打开更多局面 改写更多的历史 了解中国网球的朋友都知道 中国网球在过去二三十年里 关注度基本被女网占据 不管在大满贯还是奥运会 中国女王都有最高荣誉入账 尤其李娜两次拿下大满贯冠军 成为亚洲第一人 更是将网球运动在中国的关注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 与女网相比 中国男网的确没什么存在感 可以说抬不起后头 过去参加ATP巡回赛几乎都是靠外卡参赛 即便参与了也是一轮游 可如今随着吴亦炳 张之珍 商俊成等男网优质选手 齐头并进 中国男网的成绩的确有了明显提高 他们这代球员也受了窝囊气太多年了 真的不想再这么忍气吞声下去了 此番吴亦炳出面放话 一方面为更多中国青少年投身网球 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另一方面 也侧面告诫纳达尔 德约科维奇两位巨头不要太放肆 毕竟中国有14亿人 有天赋的好苗字多如牛毛 在自己的激励下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从事职业网球 成就超越费德勒 纳达尔 德约也不是没可能 甚至在今年的某个赛场 吴亦炳就能终结德约和纳达尔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